大家好,我是阿叔 我现在来到桂林的礼宗仁关地 这个是在桂林市市中心 这个礼宗仁关地是建于40年代 上个世纪40年代 占地有4000多平米 礼宗仁是民国的副总统,代总统 也是桂系军阀里面的代表人物 这个官邸主楼二楼 现在成立着很多 那个时代的 与李宗仁相关的文献资料 文物资料 我们走进这个历史的建筑 去见证这个历史的痕迹 欢迎大家跟随阿叔的镜头一起去欣赏 去欣赏去领域那个硝烟弥漫的真容岁月 欢迎大家订阅阿叔的频道 跟随阿叔的镜头去看更多美丽风景 谢谢大家 我希望徐先生剩余李宗仁的抗战攻击 愿意将发展意脉所得反向的办数 用于扶助第五战区阵王将士一步 短短数日成为李宗仁与徐飞鸿 那是李宗仁的抗战胜流 李宗仁的老人得已经写民主任 最后 表面是华北最高军政党官 实际上李宗仁能处理的政务很少 闲暇时 他的北京广泛与社会各界接触 以和平方式 平息了北京声势浩达的 反饥饿反内战 反迫害学生游行 深得社会待遇 成为国民党内民主改革的代表 1948年4月 国民政府 在安刚处于老马犯态 留下珍贵的合议 李宗仁在祖国的所见所闻 使他内心感慨万分 1965年9月26号 李宗仁在全国政协里 上三楼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这是李宗仁回来后 各项活动的高潮 来自50栋国家及港澳地区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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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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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